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要先请教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夏天 夏天我们吃着乡亲 不管是太拼命的利益还是做些人 还是吃着消费者对什么最兴趣 对 就是一些比较可以消暑止渴的东西 尤其是在食粿的部分 我们夏天是一个很大的消费时间 但是说到食粿呢 最近有一个现象 我有发言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今年前的食粿 不管是我们在地或者是外观市的 听有的有欢迎 我们的食粿 我们的蚂蚂蚂底部 就是也不是地头蚂蚂蚂蚂的地方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点点裂果的现象 我们知道裂果呢 可能跟这个缺盖有关系 尤其今年的气候的关系 忽冷忽热 你如果是说在这个部分的 缺口補料不够 那可能就会容易有裂果的现象 那问题就来了 老师请问我这外行的啊 那我们到底呢 要补多少次 这个东西 因为它忽冷忽热 缺盖 我们又有補了 到底是要補整个盖 我们才知道说 已经对它来讲是够了 但人吃饭吃饭 我们会知道说 我已经饱了 我不用再吃了 但是这个作物 我们怎么知道说 随着气候条件 气候的转变 气候有一个变化 我们才知道说 今年我们改的要够補但卜 要怎么样去判断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指标 还是说怎么样去观察 作物它的一些 外表 可能是燕麦 还是说什么所在 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方式 来了解说 盖还会再多补一两次 我请一请记者的例子 就是像缺盖这种 我们知道是太冷 太暖 太大 太浅 顶顶这些问题 还是说这个雨后天晴 这些汹汹的 就很容易来给它判施 到底要補多少 没办法有些人敢给你回答 可以補多少就OK 为什么这样说 比如说像我们冬的时针 在台湾 当然像以前二十几岁的时针 十七八岁的时针 大概一件长袖衬衫 冬人很少穿外套 一件长袖衫 一件长袖衫的时针 就差不多 如果在家里 有时候也穿地骨 穿一件衣衫的衣衫 跟早上我们老婆都说 这个年轻就是佣 他也不叫我去穿衫 我们老公都会罵 我们老公都包到暗洞 我们老婆也不怕穿 所以看我穿衫 他也说 没关系 他就自己去准载 他要去穿衫 所以 为什么要和大家说这个故事 因为 这是这样 就是每个人的体制不一样 对这个 对这个 我们如果 不太平衡 不太平衡 这种的 夫人感变冷 你可能会感觉 这个温度降下来 你会感觉特别冷 但是你慢慢变 慢慢变 有个体制 如果不怕冷的人 他温度在变化 只要不要太平衡 他也不会怕冷 所以很多我们有注意 听众朋友 每次我们买买的时针 是不是都穿短 如果寒流 如果一次更冷 他也穿一支薄薄的帮子在那里 我看他也没穿 这就是一个体制的这些关系 所以 到底是多多 这有够 这不知道 但是我们说在台湾 我们穿得少 现在你把刷围 你把刷去 在这个 比较 更冷的这个所在 你去拎下 这12度 这拎下 你可能我们就冷到四次 那时候穿了很多衣服 感觉都没什么 以前我都不怕冷 但是 有一次我去这个 帝州 去郑州 荷南 荷南 这个 这个帝州 时针 因为在台湾 是穿 跌三跌 所以我也很 知道 说 不 那个所在 胖 很冷 但是 时针 网络 没有 自己拌拌 手机 没有 方便 自己拌拌 拌拌 就 就 去 了 带人家 带人家 想说 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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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衫 这个外套 这样就已经很高了 带人家 带人家 结果 也冲到四十准 这就是说 有时候 在这个 在了个人的体质以外 还有就是一个 适应性 这个地方对这种 东西 对这个有的适应性 到底是 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 先外国 我们都知道 所以 先为这个 你为这先 知道 其实这个是一个 性质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到底 保了多少 都没办 因为这 很难去说的 这个 这一般 这个 市质 来说 对 这个 需求 含其他的 这些 质物 来比 起来 其实 因为你看 他大了 很快 所以 也很容易 来 缺盖 他缺盖的时候 有几种的 一个原因 比如说 他第一个 就是说 这个 金 金路的 比较 这是最坏性 再来就是说 适应 适应的 这个地方 这样 往往 翘翘 这些 月圆 适应出来 的时候 没办法 比如说 你这核 洗了 洗了 的时候 你看 这个 顶头 顶的 所 一般来说 缺盖 在这个 幼适 所以缺盖 都在幼适 所以缺盖 都是在幼适 这核 顶的 幼适 所以 你看 都看 在地上 比如说 这 现在 钓了一核 钓了一核 旁边有 这个 蝦 你看 蝦 蝦有 并吗 如果没有 并 完 蝦蝦 就要 很小 这有 可能 就在 跟我们说 这个 是 消化 来 这个 缺盖 所以 我们是 为这个 所 来 来 做 判断 再来就是说 这个 开火时 看 那个 蝦蝦 是不是 不正常 蝦蝦 如果是不正常 这也是 缺盖的 这个 这个 正常 再来就是 这个 幼适的 壁 这 钓的 就会 批开 这 真正 还是 钓变 很脆 我们 如果 消化 拉到 它就 会 回去 这 这 都是 含 这个 缺盖 有 很大 的 关系 所以 一般来 刚才说 缺盖 缺盖 他这个 效益 他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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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 倒闊 那种 像 降落 山 那种 形 甚至 更严重 心味 就 糟糕了 所以 通常是 我们 为 这个 效益 这个 所在 判断 一般 就是 在 我们在 增 的时候 大概 要噴 几次 才有 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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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如果是噴 噴 要噴五遍 如果是灌水 灼水 九遍到十二遍 因为 他 装 这个 十二遍 一个地方 是比较少 所以日本的浪荒 他的经验 是这样 跟老婆说 你表面上这五遍 肚子就是 九遍到十二遍 你看看 是不是 日本先生 很客气 以前 对 认识 认识 十二遍 日本人 来看 他提供给我们 那时候我也是有感觉 真的有时候 变得比较 你怀疑人生 这真的是 感觉 这是什么情形 你会感觉 你会感觉 生的累 实在是对 我们说的 对未来 真的充满到 所以很难 去解释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好朋友一定要 稍微知道 大概就是说 这个数字 给你做参考 噴到面上这五遍 上这五遍 这个滴罐 如果是噴 就是9次到12次 这个量 以前 有做 意大利肥料公司的 这个 这个 代表 那时候 因为日本有这个数字 所以我那时候有 跟他问 就是说 之前 问 意大利的 你这个 你不是说 你解释 好用 要補很多便 都没效 他说你補几便 我補五便 他说五便 不够六便 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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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败料公司 因为这个数字 我很好 我很好奇的 所以我都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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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渡和公司 他说 在美国 補五便 補五便 地管 最少六便到八便 这样算起来 这个 这个 茶区很大 補五便 他大概是 日本五便 以大利補六便到八便 这个美国補五便 你看 你看他们这个所在 有什么样的 这个茶匹 美国呢 政市贵的这个所在是 这个 加州重谷 这个下干 东雨 他们是大伤 他们政市贵的所在 比较大伤 比较大伤 所以他们 通常就是通风好 所以缺盖 比较严重 你只要水分 超濁 因为这个山顶的水 如果是有超濁 这个盖 比较不少 这个盖 意大利 比较南平 所以他们 这个 比较热 所以他们要 補差不多六便到八便 日本比较八便 但是他们政市贵的时候 天气温度更高 但是通风更好 所以他们差不多五便 所以理论上来说 就是说 如果是照这个意思 这样起来 我个人的境界 差不多五到六次 庄民 最早 最起码 在台湾 我们刚才拍天 有时候 这个雨后天晴 这个 这种都是正常的 这个天气 大概五便 至六便 五次 五便 大概是 五便 这是正常的 就是 不论是美国 五便 意大利有到六便 有的到八便 为什么到八便 台湾也有可能到八便 用八便 最主要就是 这个天气的变化 比如说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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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天气 全天天气 这个天气 是很高 如果上雨 这种天气 很容易缺带 这种天气 只要是 雨后天气 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窃盖 因为这个雨后天气 是如何 他河流下 這個水尤其耳朵 他現在常常漏漏 漏漏水的一個耳朵裡面 原地是空氣 那空氣也沒有去 變成是一個空氣量會減少 空氣量減少已經沒有吸收到 這個鈣的量就會減少 缺鈣的量就會比較容易起來 所以這個雨後天晴 就是說土壤現在日頭又出來 日頭出來他的水分 吃水吃得比較不起來 所以因為有漏漏 所以就比較容易造成這個缺鈣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說的太大 太大 太大 大概就是一種的原因 你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這大概是他的一個次數 大概是這個規範 這規範是有幾個重點 就是剛才說到是 噴、噴、種、種、種、是規範 但是有幾個這個經驗 就是說大概在要調割進井 比如說我們開火那個時候 開始在開火了 沒有火到要來 有看鋼火就要準備要補鈣 那時候補鈣 補鈣 補鈣 如果補鈣 補鈣 這個補鈣 就比較多 開火的比較嚼 這個時候 當然如果是開始 在火蒸 我們在下一個少許的肥 開火的時候 我們一般沒有下一個肥 所以火蒸 我們下一個少許的肥 這個時候 水量配合到這個 這個 有時候 就要來配合這個 這個修容 這個有時候 如果是說 你水 比如說在調割進井 這個時間我們可能就要來補鈣 這個補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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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這個大量的需求 這個時候 是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補鈣 大概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這是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所以 這在這裡 我們就是說 應用 在水鈣 我們在營的時 在這個鈣 有時候 我們在 蓬 稍微 來補鈣 可以說 完全 都 只有補鈣 這個蓬 其實對水鈣 也是很重要 所以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次數 這個次數 可以讓我們給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還有一個補鈣 這就是 在這個 意大利肥料公司 他們有 寫一個補鈣 這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 每生產 每生產一棟的這個水鈣 每生產一棟的這個水鈣 差不多要三公斤的鈣 純的鈣要差不多三公斤 其實 照這種算法 我們是都有 我們是一棟的這個水鈣 絕對不能用三公斤的鈣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問題是出在這個吸收 我們用一公斤 到底它可以吃多少下去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重點 所以這個時間 特別的這個要件 所以我們在這個補鈣 的時候 就是因為在這個進行 反正你就是 回前回後 這兩個時間點 是最重要的這個要點 其他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 這兩個 尤其在這個市貨 就是說 百分之八十 這有的人說這叫做八二定理 百分之八十的蓋在頭前 二十天就要吸收完了 開火後二十天 開始射火你開始算 二十天在裡面蓋 就被它吃完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若是遇到 遇到說 那時候遇到派天 遇到這個雨後天晴 遇到這個陰晴不定 這個 遇到這個春天這種天氣 有時候天氣變化更大 改不適當的這個補充 這個時候 有可能 這累積的蓋就比較不夠 累積的蓋比較不夠 我們就 後面還補 它吃有吃 但是吃到這個量 就比較少 有時候就比較賣富 所以那個時候 就流到比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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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時候 如果是那些消化 有大有地 有地 這種的這個情形 就比較容易 來幫他這個三星 有時候是消化一大 我們這樣說的這個吉腐病 這個腳踏地 這個 宅宅 那些地方 有一個有可能 濕度比較高 就可能這個蓋 它吸收就比較沒空 那裡好 這大概有這種 還有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市櫃 市櫃有一個這個 在膠袋裡面有的抗筋 甚至呢 有的經濟的提早發握 這跟這個缺蓋也有關係 就是說你如果看過 市櫃裡面那個筋比較多 這也是一個缺蓋 啊這抗心 抗心 抗心的這個時候 這種也是一個 這個缺蓋的這個表現 但是這種通常又跟朋友觀 有時候 他生中那個 縮度上過頭不正常 他也比較容易刪行 這當然蓋是不太好 他就比較容易 這個 出現到這種 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點 可能我們好朋友 要先來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蓋 要補蓋有時候 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真正 這個鄉民 當然是一種的 一個方釋 這個方釋 一定要 要先注意到 就是說 這一定要 鄉民 是一個 因為 剛才說 我們讓他這個蓋 真的吃不到 大部分是吃不到 就是說 因為吃不到的關係 所以 比較造成 這個欠缺 比較造成 這個欠缺 所以這是一個 很困難的一個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 就要 直接水分 控制 這一定要為這 來幫他做好 所以 大概就是 出手 那是鄉民 大概是五次到六次 五邊 當時開始 算社長的時候 還是不 社長是通常是鄉民 比較沒筆 鄉民 通常是比較沒筆 一般來說 就是說 社長貸費 四美巴鈣拿來做 平均費 很多人說 平均 肥金 這個藍 都用很猛 我們通常是不想 讓他用那些猛 但是我們 我們管頭下 讓他用一掃 不要緊 讓他稍微 稍微 稍微 他這個 鑑油跟微 有 吸收一步 當然 最多的 一定要配合 榮林菌 因為榮林菌 跟土壤裡面 檎與臨 合 去混淆 所以他的臉 我都吸收蓋 我都吸收 所以農林郡有在用的 比較不容易欠蓋 這大概是會去尋找這種的一個情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你怎麼開始沒有工花來 開始沒有花 就要留下來 沒有花了 這時候一定要注意 我們通常會去看 看什麼呢 看這個新墨的一個地方 新墨的地方如果賓一賓 他就會缺盆 缺盆和缺盖 請請做費來 這兩個有時候這兩個人兄弟 這很快去把他分割很清楚 當然也是有一點點 無什麼樣的 通常就是我們的作費 稍微幫他補一下 因為他們兩個缺貨的條件很理屬 所以我們要來幫他補充 一般來說改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費增 費增 這時候這是第一便 現在來開始開火 開火之後 剛才吊個 剛才吊火 我們要再往後面一次 這老教政上的這個管理 要兩便到三便 一般是要再三便 要再補一下 在這個一禮拜一次 所以20天裡面 剛才吊火20天裡面 一禮拜一便 連續三便 剛才吊火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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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買手 再補一頓 只說我們是這個鍋子 一支鍋子 我們如果不是說像大鍋 大鍋可能就是 這鍋子 這鍋子老了 我們就開始打鍋子 打鍋子後開始 這鍋子 如果燒火 它是不是一支鍋子 它的火一直生 所以你噴蓋的時間會更長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所以這好朋友瞭解 當然這裡面有時候說 以前哪吊不會這樣 以前不會這樣是有可能 是因為我們以前的 這個硫酸鹽含量 其實用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在應用的時候 通常一直都有一個變化 這個尤其今也比較不夠 通常各種的一個狀況會比較複雜 所以這組人就會做成一種的一個情形 在這裡必須要給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我們在這個使用當中 應該要去做一個這個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大概如果是這樣來操作 應該在這個 改的一個補充和控制 因為有一個基礎的收集在那裡 大概五到六次 意大利人說八次 偶爾會到八次 一定是跟拍天有關的 一定跟拍天有關的 我們也是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先做一個了解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這在這給我們聽眾朋友跟聽眾朋友先說一下 這個單字上是這樣的這個情形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稍知道 基本上 我覺得 我覺得 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基本的出手 基本的次數 後面可能 擴張起來更重要 要怎麼擴張 要怎麼擴張 要怎麼擴張起來 這些東西 要什麼時候要多一半 減一半 這大概是這樣 但是你說你有這個基礎在那裡 就比較沒問題 但是這裏面 這我個人認為 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 一點是在這裡 在我們在用這個肥料的時候 就是說 像我們這裏面 他就比較厲害 他用這個噴大 他的水粉控制料比較好 就會 這個 這方面的問題 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呢 今年我看他很喜歡 他跟他講 他說 很想要騙的 這個 怎麼做怎麼漢漢 都去找找 我說不是 怎麼做怎麼漢漢 就是說其實我們遇到這個問題 每一次都不一樣 後來 這個無形 還是怎樣 稍微在這個工作上的安排 稍微在那裡 就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也不要常常苛責自己 尤其今年這種天氣 還有一種就是說 剛好在這個收火的時候 比如說 開火剛才在收材 那射到濕度館的時候 其實那有時候 他看起來是缺鈣 但是不見得是缺鈣 人家是黑面過的那種 這個細菌性的感染 所以在這個火情 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合併說 一定要用一些控性素 當這個 這個細菌性的這個 煙燒風 如果是開火的時候 射到什麼 不太好的這個狀況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 這個火燒噴噴 就是說 細菌性病害一定會跟它放在 好適合 不然這個卡層底 通常都沒有人給你解冤 它 加上那種天 啊 不是只有洗粉性的這個問題 那種 雨後天晴的這種天氣 尤其是災了 痛痛 跑那時候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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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停 5 Receive 打滾 後進置 後進置 剛才剛才在12點跟2點 這個中間出門 那些都糞了 那絕對 因為漏後水很少 水很少 尤其落後比較有溫度 它的筋 途中的鑑水量增加 途中的鑑水量增加 你現在鄉鄉出門出來的時候 做不暫不掉 鄉鄉要吃水吃不起來 它的消化把自己的氣孔關閉 這個水糞的疏散 它的減少 所以它的消化把它關閉 關閉的時候 只要氣孔一個關閉 鑑就沒辦法燈檔 它就吃不起來 再來好聽 好聽 它行動的速度比較快 這個還沒有鑑水量好 讓它吃 你覺得怎麼樣 缺鑑就表現出來 這鑑就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它是固定性的 鑑在這家家 在這家家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就會停在 很容易就停在那裡 就停在那個地方 停在那個地方就變成是 停在那裡就沒辦法燈檔 沒辦法燈檔 就表現出來就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請人去補的一個原因 你如果說像鑑 鑑水 沒有幫我補一下 因為什麼 因為老的那個照片 所以它需要的所在都會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所以在欠款的時候 比較不會這麼嚴重 但是我們一般這個鑑就不一樣 這個鑑呢 它 欠在那時候 我們把它補 補下去 補下去 有稍微欠 我們補下去 這個所在是不是沒問題了 但是再過一陣子 它會出現又欠 因為 在這個時候有補 它不會欠 它會刷去 不容易移動 這是我們要去注意的這個所在 就是說它 比較麻煩 在這個點 這個點 我們聽眾朋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我感覺說 為什麼 我們和這個荷蘭的這個公司 去配這種 這個四美八戒的這個 你也是這樣 然後也是 因為我們去跟它要求 說 其實在歐洲 他比像西班牙和義大利 他們這個東西也是用很大的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樣子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 這個是有必要的 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上我們剛才有一個這個理解 有這個了解了 我們可以跟這個荷蘭做好事 在適當的這個時間 自己去補 我們就去補 這樣 好吧 這個 先這樣 跟這個問題 這個做一個回答 其實 我們今天這個公司 對所有的過程都一樣 對所有的過程都一樣 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麼精確 說學民要補規範 比如說 像學貴學民補規範 這回規 一般來說 差不多五遍 五次到六次 就是說差不多 在漫的時候 最起碼 差不多就是 沾油 大概是浪變 天氣最好浪變 就要染一遍改 這遍染 還有一遍不要染 這遍 還有一遍不要染 我們這種風遍的節奏 就是五天七天的一個節奏 就是說 正常是七天 如果留著趕快 拍天就變五天 五天之後 轉了 如果拍天也是五天 如果比較好天就七天 大概是這種的一個節奏 我們一般正常在這個風遍上回歸 好 盡量可以去捏到這個韻律 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個政策就是和這個天氣 很大的節奏 這個關係 大概是這個情形在這個 這在這裡好 讓我們和朋友呢 先做一個這個參考 這基本上是我們這個情形 那是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有不清楚 沒有了解 歡迎我們和朋友 可以先來做一個這個 啊 至於說要怎麼補充 要怎麼補改 雙面是一個最快速的這個方式 但是它是最沒有效率 它不可以說它沒有效率 就是說它 補是很重要 但是它最沒有這個 所以 感覺起來就是說 補充的成本 因為你轉油總是要補充 所以這個 在補充補的時候 我們這個鈣要用比較好 它吸收要怎麼補充 所以我們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說 補充 為什麼就要有這個氨基酸凹合鈣 還有這個海藻鈣 還有這個斧植酸鈣 還有這個好玩的那麼多種 我說也沒辦法 就是為了要讓 為了要讓這個鈣 比較不會吃辣 所以在什麼樣的這個天氣 做不一樣的 一個東西 這個硬幣 這個東西最主要都是希望說 可以提高鈣 一個這個 吸收的這個流 那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說很特殊的這個天氣 這個四美八戒 這樣在用動作 這個營養所 這種做平均 平均肥 這樣在用 補充蓋補充鎂 基本上要更有 就差不多了 但是 剛才拍天 我們另外 我們一定要另外 要稍微加一下 或是說 換白狀 換一個 這個 吸收效益 比較好 譬如說 如果比較乾 這種天氣太乾 這種天氣 對不對 我們在補鈣 我們就要補什麼鈣 海藻鈣 海藻鈣 可以保濕 所以噴起後 他比較不會乾燥 所以吸收的這個效果就比較好 這通常是有這款的 如果已經太方丈 我們可能補的鈣 就用這個 這種 浮脂酸鈣 這種東西 這大概就是說 有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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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去研究這部分 所以 最近在這個 草莓種植的時候 我還有一些對概的應用 和日本的先生高粒的時候 這個 終於被他認可 他說 我就覺得你還是有一點料 這個很好 所以就跟日本很多人用什麼東西 用什麼東西 跟我們說 你看我就是用這個 我就是用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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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覺得 好像這個道理 跟我們還蠻類似的 所以 很多 反正走遍全世界 其實 遇到這個問題 都是差不多 等一下 就是說 我們要來改正應變 在什麼樣的 這個 這個情形之下 用什麼方式來應變 會好 效果會好一點點 怎麼補 這都補不夠 有時候 遇到那種極端氣候 比如說像 進場霸王級寒流 我們也知道要補鈣 進場先補鈣 補甜 補甜 補鈣 都補下去 能夠比較耐寒 相對有用的 很多好朋友都說 效果很好 但是 不用 不用當然就差很多 那時候我們用的 他就用了這個胺基酸熬合鈣 他在這個含流 他用胺基酸熬合鈣 補一點點這個生長的量 補一點點元氣 補一點點元氣 補一點點改 他很快又回回來 所以 這主要是這種應用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是說 為什麼我們請請聽朋友說 這個東西問清楚 這個原因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有確定一個目標 這個東西我們不是說黑白粘都好 黑白粘都好 黑白粘都好是不對 並說你玉米粒 你拿黑白粘都好 但是黑白粘都好 一定有一個是最好的 我們是希望說 錢開下去 我們可以用到最好 所以我們的建議 你怎麼用 怎麼用 這樣用更好 這大概是 我們一直去追求 也不知道什麼是最好 但是我們一直在追求 怎麼樣能夠追求更好 聽說朋友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 這個問題 有一點複雜 但是我們來講到這裡 希望我們提到朋友 包括你正感激烈的一個好朋友 包括你正感激烈的好朋友 其實這個原理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像柑橘 剛才我們在調肥調割的一個時候 對 有的剛好優格 這個動感就很重要 8.2% 80%在售粉以後的20天就吃飽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量 這個優格這段時間 蓋的吸收量是多重要 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是稍微缺點 你後天再補 不是說不好 就是說你補幾個禮拜 可能不 大家現在補一次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古早人說 朱時睡得對 比較容易吃三條的保育 就是叫我們不能熬夜 這還不是十一點 十一點之前就好去睡 朱時睡得對 比較容易吃三條的保育 該休息就休息 所以這個原理也是一樣 換補蓋 就是在那個時間最重要 那時候補到 哇這生很多工 也生很多錢 重要的是 好過 就好 好